Troft教學之如何獲得龍幣 龍幣不夠用 除了整點任務還有什麼方式能獲得龍幣 WIT要分享龍幣來源 影片分龍幣用途龍幣來源結論 龍幣用途 龍幣主要用來製作龍 龍全部做完的玩家 龍幣能兌換黃金龍陸西洋造訪的商品 陸西洋造訪可以參考WIT做的影片 連結會放在影片右上角與下方說明 還有一些製作用途就不介紹了 龍幣來源 有足夠時間玩Troft的玩家 建議利用整點任務的收集硬幣與副本積分挑戰 另外龍日的龍幣加倍不要錯過 整點任務可以參考WIT做的影片 連結會放在影片右上角與下方說明 玩Troft時間比較少的玩家還有什麼方式能獲得龍幣 接著就是整點任務以外獲得龍幣的方式 龍幣經驗書每週可以集滿一次獲得龍幣 100專精等級可獲得龍幣書 快捷鍵N商城用金幣購買龍幣書 星星條集滿能獲得金幣每天能集滿5次 說服在GNT加巴士區每天晚上7點星星條會重置 快捷鍵N商城龍分業能用750金幣兌換5龍幣 用1萬金幣換龍幣分解龍幣可獲得65龍幣 同樣65龍幣用750金幣換5龍幣需要9750金幣 金幣換龍幣分解需要1萬金幣 快捷鍵N商城龍分業的雙倍龍幣 效果是使用之後獲得的龍幣加倍獲得 如使用後獲得50龍幣實際拿到是100龍幣 如果沒獲得龍幣就一個龍幣都沒有 金龍箱可以開到龍幣黃金龍蛋龍魂 運氣好可以直接開到黃金龍蛋龍魂 運氣不好會開到龍幣 彩幣除了課金購買還可以在快捷鍵U拍賣場購買彩幣包獲得 拍賣場輸入CRED搜尋即可找到 金鳥箱開Near可以試試看金龍箱 有些活動箱能開到龍幣 目前還能在快捷鍵U拍賣場用元金購買的活動箱 有雙雪節活動箱 跟萬聖節活動箱 活動箱有機會開到龍幣且需要不少元金 結論 有時間玩trough 用整點任務獲得龍幣最容易 沒時間玩trough 還能用龍幣經驗書加金幣購買龍幣 彩幣換龍幣需要花費很多元金或課金 拍賣場的活動箱需要花費很多元金 WIT影片是以無課的角度製作 僅供參考 如何獲得龍幣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頻道的請協助訂閱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支影片見 掰掰